我且问你 你可告诉众人实话 我刚刚说的都是实话呀 那你有告诉他们 你就是这穷华叛徒 云天青之子 原来你就是云天青的儿子 你说谁是叛徒啊 不知小儿 这里除了新入门的弟子 无人不知 你爹 云天青 就是穷华七师灭祖 残害同门的叛徒 我猜不信你说的胡话 成光长老 云天和凭借自己 短短三日便通过历练 是我同意他入门的 素遥 老夫本不该来 但你身为掌门 却收着叛徒之子入门 难道你忘了十九年前 云天青欠过穷华的血债 且不说血债血偿 当下 你就应该费他灵力 逐出善门 这位长老 你此话言重了吧 别听这老头儿胡说 要不咱们走吧 且慢 旺叔乃是本派之物 交还旺叔 滚出穷华 我才不走 这把剑是我爹给我的 你们先把我爹的事情说清楚了 我爹他欠你们什么血债了 十九年前妖族作恶 我派为了天下苍生与之一战 眼看胜券在握 没想到你爹竟然与妖族勾结 倒置功亏一篑 同门死伤惨重 三千多名弟子 仅剩下寥寥十数人幸存 我爹他不可能 我爹他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 我爹他一直以来 保护硕小善恶分明 他甚至担心我会被坏人利用 我霍乱天下 都不让我踏出青乱风半步 他不可能霍乱自己的同门 我们四位宗主 长老 包括掌门 都是十九年前的亲历者 不信你可以问掌门 旺叔乃是本派宝物 当年云天青不过是一介弟子 若不是勾结妖族盗取旺书 剑怎么会在你手中 苏瑶 你身为掌门 该不会为了你那点恩怨情仇 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敢承认了吧 十九年前的那场大战 的确属实 而且旺叔 却是你爹娘拿走的 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天河他爹投了旺叔 那为什么这把剑 只有天河他爹拿得 只有天河拿得呢 现在可不是我不归还剑 是你们根本拿不走 旺叔剑乃是神物 他会自己选择宿主 这么说 旺叔剑当年 选择了云公子的爹娘 作为宿主 何来盗取之说 既然这旺叔剑 是自愿跟着天河爹娘走的 那又何来勾结妖族 屠杀屠门呢 不错 更何况 如今是旺叔剑 选择了云公子持剑 长老 您该不会 要把云公子和旺叔剑 一起逐出世门吧 长老 我们等着你回答呢 这穷华历年至终 对这十九年前的大战 一样有记载 那敢问长老是亲历了什么 自然是亲历了大战 亲眼目睹了铜门的惨死 那你可亲历了我爹 是如何勾结妖族 既然没有亲眼看见 我凭什么相信你 说我爹是叛徒 就凭我是穷华长老 凭我就能让你滚出山门 你这就是以老卖老了 韩姑娘 你是新入门弟子 但仅凭你对长老出言不逊 便可将你赶出山门 不过 穷华一切决定 还是以掌门为上 你依下如何 我绝不收叛徒之子 不过 那他们二人呢 如果因为陈年旧事 就连累了他们 那可不是你一向的做派 回禀掌门 我剑宗弟子最多 最近旧伤复发 恐怕 你得了吧你 你请我救还不去呢 柳茂离曾修习过一些幻术 根基甚佳 倘若能在我新宗修炼 苏熙求之不得 孟离感谢前辈赏识 若云公子和灵莎不能留在穷华 孟离也会跟他们一起离开 掌门 韩灵莎我可以守 她精通勘于之术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行踪专修勘矿 重视野助 若以后在我门下筵席 日后定大有所为 灵莎也多谢前辈的赏识 但是我 就是你 我关注地 我关注地 优优独播剧场 我说 刚才会 適合的 那一件事 你 会 我 这一件事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